美印双方欲在本月搞首次边境演习 号称突出印度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美空军缩减采购F-35A数量增购F-16 并向印度强推美式战机 要向中国释放出一个 在西南方向中美国不断地向中国前进 那么去力挺印度 成为印度在陆军上的一个可靠盟友 这样的一个信号 这种做法既可以让俄罗斯的武器 专门的份额得到某种程度的挤压 同时还可以拉拢那些似有非有的伙伴 加入自己的脸 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返回关岛 同时四架B-52轰炸机也部署关岛 轰炸机与航母此时齐聚太平洋适合用意 那么很显然 这种海空一体的双舰部署 也可以让其他国家感受到 第一 我来了 第二 我有海空兵力对我进行配合 军方的很多的这些政党的这种保守的力量 就是共和党的一些保守的议员 在不断地和军方打的一种相互配合 来迫使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 能够公开地表示说 美国在这个军事战略上 仍然是以中国为敌的 美防长解雇数百名五角大楼人员 并给空中加油机赋予新任务 与隐形战机进行数据互通 拜登上任后 美军事战略有核心变化 防务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嘉明 美军在我周边的动作依然不断 本月要与印度举行首次的边境演习 并且此时多架轰炸机 与罗斯福号航母也齐聚关倒 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印度时报2月2号报道 印度和美国军方将于本月 在印度边境地区举行 首次大规模军事演习 军演代后为准备战争 将于2月8号至21号 在拉甲斯坦邦跋场举行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 印度与美国首次举行双边军演 予以呈现印度作为美国 在所谓印太地区合作伙伴的重要性 消息人士表示 这次军演旨在演练两国军人 在反恐行动中使用武装直升机 和步兵战车协同作战 双方共派500人 这次军演将成为 美印日澳马拉巴尔海上军演的补充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正在考虑 重新采购F-16战机 以代替原本订购的部分 F-35A隐身战机 美国空军原计划采购 1763架F-35A隐身战机 但是现在有可能将这一数字 降到1050架 那么才撤掉713架F-35A隐身战机 订单所余留的经费 将用来采购F-15EX F-16V以及无人机 美国空军这一想法 可以说是颇为不寻常 同时美方还向印度军方 推销美式战机 可选机型包括F-18 F-15和F-16改进型F-21 美印为何此时在边境搞演习 并且带货F-16战机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欢迎两位专家 第一个问题 美印首次边境军演 在传递什么样的信号 叶先生 从中国西南方向 对抗中国的角度 美国正在从幕后走向前台 杜先生 以反恐为名义 在边境为印度站台 好 叶先生请 我们知道 就是在印太战略下 一直是在中国的东部方向 也就是中国的海上方向 美国一直是冲在前面的 那么美国一马当先 纠集了自己的盟友 日本 澳大利亚 去共同针对中国 这是以海上对中国的围堵 但是印太战略提出这几年 在这个西南的陆地方向上 美国一直是以背后 支持印度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出现的 就是他给印度提供武器 给印度提供情报支持 那么跟印度搞军演等等 来释放一些美国 在军事上支持印度 和中国对抗的信号 但是美国并不怎么 在西南方向 直接去力挺印度 或者说是跟印度 把这个军演 搞到中国的边境上来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 虽然在拉加斯坦 它的主要的 从印军的部署来说 在拉加斯坦的主要 还是针对巴基斯坦 但是拉加斯坦帮 是印度西北角的一个帮 这个帮离中国是很近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我们看到 至少美国军方 现在有很强的意愿 要向中国释放出一个 在西南方向中 美国不断地向中国前进 那么去力挺印度 成为印度在陆军上的 一个可靠盟友 这样的一个信号 杜先生 您的观察 这次演习 让美国多了一个点位 多了个机会 现在反恐是名义 但反恐是个大箩筐 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如果以反恐作为一个借口 在边境地区 与印度进行联合军演 这样可以在这个方向 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 那之前是从海洋方向 现在陆地方向 的确 两个方向加击 这有可能是成为 今后对中国围堵的 一个新模式 借助印度的地理条件 借助印度的战略选择 这是一个选项 第二 多了个机会 目前看所谓武装直升机 和地面装甲车辆的 联合演练 很显然这两个要素 都是向印度推销的重点 阿帕奇已经成功 进入到印度 印度在进行 本土的制造和生产 另外大量的地面车辆 这也是个重点 如果今后地面武器装备 包括坦克不战车 以及辅助车辆 惩健制地 向印度陆军大量出口 它可以获得更大的订单 印度三军武器装备 去比较 目前印度陆军最大 如果它的份额 向美国能够有所开放 那么今后 在陆军武器装备 陆战武器装备系统方面 美国会分得以备更 那请着叶先生 由此能看出 拜登政府 对于印度态度方面的变化吗 我们看到 就是特朗普下台 拜登上台以后 拜登几乎是全面否定 特朗普的所有政策 就像特朗普当年 全面否定奥巴马的政策 可是有一个事情 是没有变的 奥巴马时期 美国非常重视印度 那么特朗普时期 美国也表现得 非常重视印度 但拜登实际上 可能会更重视印度 相对于民主党 共和党对印度 更多的是 从实力角度考量 觉得印度的实力不济 所以给印度 那么高的这个重视 可能不划算 所以特朗普时期 美国对印战略中 一直都是雷同大 有点小 包括印太战略 虽然印太战略中 把印度洋的定位 提得很高 但是印度的定位 提得并不高 并没有给印度一个 像就是日本澳大利亚 这样的一个 亲密盟友的地位 当然印度也是在代价而沽 他也没有表现出 愿意对美国投淘暴力 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美印双方 在特朗普时期 更多的是一种 这个虚招的多 但实加或少 拜登不同 拜登的这个对印政策 很可能是继承于奥巴马的 而奥巴马的对印政策 是来自于希拉里克林顿 和当年的比尔克林顿的 就是在民众党 最近的几任执政时期 美印关系升温都很快 拜登上台以后 在对印政策上 会比特朗普做得更多 那么对唯一一个 拜登到现在为止 全盘接受下来的概念 都不要说是实质内容 连概念都不改的 就是特朗普的印太战略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拜登上台以后 他可能会在很多方面都会改 但是在印太方向 他应该会强化 而这个强化当中 那么印度的作用 应该得到近 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会得到进一步的鼓励和扶持 那请教杜先生 刚才短片也提到了 美国空军的一些动作 才F35增够F16 所以有评论认为 这是要准备和大国空军 打所谓的消耗战的 这样的一个架势 你怎么看 这个大概只是个借口 目前如果把F35战斗机 削减C百架 主要目标是两个 第一是不满 第二是要带货 目前看F35战斗机 它的综合作战指标 空军并不满意 你现在无论是 它的作战性能 引申能力 包括在训练过程中 出现的重大事故 都表现出了 跟其他战机相比的不稳定 那么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 对美国空军运来讲 它是高度不满意 花了8500万 结果买了一个 只能够携带两吨弹药的 空中作战平台 你如果算一算 从F4战斗机到现在 再带量最低的 就是F35 但是价格最高的 也是F35 所以一个两头冒尖的 武器装备 对于美国空军来讲 是高度不满意 这个状态下 它要寻找一种发泄机会 要不然你把四代机改进 让我用 要不然你研制更好的六代机 总之呢 这个不伦不类的F35 不是它的最终选项 另外呢 去改进四代机 这也是个重要的大市场 俄罗斯目前五代机 出口的前景并不是太好 在国际市场上 最有竞争力的是四代机 特别是四加加战机 像苏35战机 在全世界卖得还不错 如果在一个市场上 美国主动放弃自己的竞争 很可能会让苏35战机 得到一个很大的 这种发展空间 所以如果在这个状态下 让自己的F16改进版 F15的改进版 进行升级 它能够获得很好的竞争机会 盟友只要F35 不要也不行 再差也要要 但是那些 介于盟友和非盟友之间的 这些灰色的角色 比如像印度 它买什么 如果给它F35不放心 那就给四代机 这样呢 它从俄罗斯买四代机的可能性 会压缩到极致 所以这种做法呢 既可以让俄罗斯的武器 专门的份额 得到某种程度的挤压 同时呢 还可以拉拢那些 似有非有的伙伴 加入自己的联盟 除了与印度搞边境演习 美军多架轰炸机 与航母 此时也齐聚关倒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美印双方 欲在本月搞首次边境演习 号称突出 印度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美空军缩减采购F35 A数量增购F16 并向印度强推美式战机 要向中国释放出一个 在西南方向中 美国不断地向中国前进 那么去力挺印度 成为印度在陆军上的 一个可靠盟友 这样的一个信号 这种做法呢 既可以不让 俄罗斯的武器专门的份额 得到某种程度的挤压 同时呢 还可以拉拢那些 似有非有的伙伴 加入自己的联盟 美海军 罗斯福号航母返回关岛 同时四架B-52轰炸机 也部署关岛 轰炸机与航母 此时齐聚太平洋适合用意 那么很显然 这种海空一体的双舰部署 也可以让其他国家感受到 第一 我来了 第二呢 我有海空兵力 对我进行配合 军方的很多的这些 政党的这种保守的力量 就是共和党的 一些保守的议员 在不断地和军方 打的这种相互配合 来迫使拜登政府的 国家安全顾问 能够公开地表示说 美国在这个军事战略上 仍然是以中国为敌的 美防长解雇数百名 五角大楼人员 并给空中加油机赋予新任务 与隐形战机进行数据互通 拜登上任后 美军事战略有核心变化 防务新观察特要专家 为您深度解读 据卫星影像显示 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 已于2月1号返回关岛 此前网络平台曾发布了 罗斯福号1月25号 在南海的坐标 这意味着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罗斯福号航母就快速返回 至3000公里外的关岛 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另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 2月2号报道 由四架美军B-52战略轰炸机 组成的特遣部队 于上周四非抵关岛 安德森空军基地 这是美国空军正在进行的 全球战略资产机动转移能力 演示的一部分 美国空军表示 这些轰炸机 来自美第96轰炸机中队 这支中队上一次被部署到关岛 还是在2018年12月 该部队将与在该地区的 其他美军部队 盟友以及伙伴国部队 一起开展训练 但美军没有具体说明 这支特遣部队将在关岛停留多久 根据近期美海军 罗斯福号航母的动向来看 这四架B-52H轰炸机 很有可能是来增援 罗斯福号航母 给美国海军撞声势 美军轰炸机的出动 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关注 尤其是距离关岛不远的 日本和澳大利亚 那么美军轰炸机 航母齐聚关岛 想要展示什么效果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一个问题请到杜先生 罗斯福号一周跑了3000公里 你怎么来看它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太慢 几乎像蜗牛在爬行 3000公里相当于1600海里 按照7天去计算 每天大概只有230海里 那么现在看呢 就是每小时的速度 大概是在9海里左右 也就是说不到10节 如果以这么磨蹭的速度 在南海进行各种航行 两个信号 第一是示威 第二是等待 如果以很慢的速度 在南海周边 进行各种巡航行动 特别是低速航行 我就让你看到我 我就在这儿 而且整个大的编队 在南海浩浩荡荡 这个景象 如果被媒体放大之后 美国在南海的符号 同样会被放大 它要的就是这种反应 另外如果长期 磨磨蹭蹭地在南海 搞这种武装巡逻 它在等待空中 和其他的作战兵力 你比如说几十架侦察机 跟它的配合作用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就可以显现出来 美国空军海军 最近出了很多混沌飞机 将近七十个架次 如果都在这个时间段 在南海出现 那么水上有航母 上海空中 有各种作战飞机 这样海空一体的信号 也会被放大 请教叶先生 罗斯福号到了关岛 紧接着四架B-52 也到关岛了 你怎么看 这已经是美军的 一个常规动作了 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 我们不断地听到 美国B-1 B-2 B-52 轮流在关岛 进行这种值班换房 飞到南海到东海方向 去转一圈 来显示一下 自己的一种常态化的 增援美国海军 第一线兵力的能力 不像这一点 就是现在 不管南海形势 是什么样子的 是真的紧张 还是假的紧张 美军都会持续地推动 类似的这样的 这种海空一体的 这样的作战的 这个平台的展示 那么实现这种弹性的部署 一方面是为了 给对手释放一个信号 另一方面 也是在让美国国内 那么这个就是 民主党上台以后 对这个美国的国防预算 包括这种 整个对外战略 它有一个尾巴咬狗的作用 让你不能做 大规模的这个调整 因为毕竟现在 美军也在观望 就是美国新政府 它的对华战略 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美国拜登政府 像一些人 所预期的那样子 会调整对华政策的话 那么美军的这个 前沿部署的这些项目 那么这些活动 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那么把这个局势炒起来 实际上对拜登 也是一个反向的制约 现在我们看到 美国国会亲这种 军方的很多的这些 政党的这种保守的力量 就是共和党的 一些保守的议员 在不断地和军方 打的这种相互配合 来迫使拜登政府的 国家安全顾问 能够公开地表示说 美国在这个军事战略上 仍然是以中国为敌的 那请教杜先生 这个一个枕边的航母战斗群 再加四架B-52轰炸机 有评论就认为 这好像是摆开了一个架势 这个架势能干什么 这个架势主要目标是 把南海煮热 如果之前在南海 投入的兵力不够 现在是两个大的战略符号 在南海能够展开 美国的存在 有空前在南海政策 两个大的变化 第一叫重点部署 第二叫弹性部署 如果罗斯福号制好兵以后 首先把自己的航机 在南海展开 说明它高度重视南海 如果海上航母战斗群 所表现出的绝对优势 对周本国家构成重大威胁 显示美国的战略符号 这那个是今后努定目标 他认为如果在南海 能够站住脚跟 乔特宝异常坚强 对于中国近海有威慑 对于两洋的连接 有这种畅通的效果 另外战略轰炸机 整建制地在关岛 进行轮化部署 这个部分非常常见 之前双机或者单机 那么现在突然整建制地 从美国基地向关岛部署 而且时隔两年 那么说明美国今后 所谓弹性部署 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试点 你现在看 他认为这些已经被 注明的基地不安全 无论是关岛还是迪克加西亚 它就在地图上 就在对方的导弹 诸原范围之内 如果不能够变换基地 你到这个基地进行部署 找死行为 实际上它会面临重大损害 如果我就在不同空间范围内 临时地进行 这种挖跳式的这种部署 你也不知道我在哪 也不知道我去做什么 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这样它可以对对手 产生所谓的迷惑作用 实际上显出了一种高度的不自信 如果真自信 依托强大的作战基地 进行各种攻击行动 应该是信心满满 能相反 如果偷偷摸摸地 在全球范围内 不同点位进行轮换 也说明了 它对对方的各种远程打击 高效毁伤 高度忌惮 也说明目前今后 它所谓的部署方式 要把整个的机组 变成在任何环境 任何目标 任何战场天下 都能够执行任务的 全角色多功能的 核心的目标 所以这点也说明 今后的空中战略打击 它会改变方式 除了疫情的困扰 美国内部的不安因素 也不少 近日新上任的国防部长 就解雇了上百名 五角大楼的人员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消息 在五角大楼2月2号 宣布对该部门成员 进行审查后 美新任防长奥斯汀 解雇了数百名人员 其中一些人 由前任总统特朗普 在任期最后几个月时任命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美国空军希望其挥下 空中加油机 能够执行此前 不在其任务范围内的新任务 美国空军空中机动 司令部司令奥沃斯特上将表示 可能赋予加油机的新任务 包括数据传递 士兵和补给空中运输 伤员后撤和人道主义任务 其中一个加油机新用途方案 是通过加装设备 使其能够收集处理信息 并把这些信息 传送给四代机和五代机 该项目已经进入测试 由新型波音KC-46飞马座加油机 充当F-35战机 F-22战机和女武神XQ-58 无人机之间的信号中继战 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 指出空中加油机 还可以运输和投放弹药 美新任防长节骨百人 是何用意 美空军的新花样 又有何猫腻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第一个问题请教两位专家 新任国防部长 对于五角大楼的大清洗 这个动作两位觉得意外 还是不意外 杜先生 不意外 一朝天子 一朝臣 杜先生 大清洗可能谈不上 大扫除吧 大扫除 好 杜先生请 如果现在把特朗普时期的 主要阁源全部清除 特别是在国防部 关键岗位上清除 第一可以晒沙子 第二可以拔钉子 特朗普在最后垃圾时间 大量任命了很多 国防部的官员 那么这些人呢 今后在国防部 要继续执行特朗普的 所谓特朗普主义 这样对拜登政府的 外交政策 军事政策 特别是国防政策 会产生重要影响 你们现在用砂子 用镑筐筛一筛 可以把这些 特朗普安插的 这些人物全部筛掉 对于今后各种措施 和战略推进 没有太多的阻力 你至少突风报信的人 要少一点 另外呢 之前制定的核心政策 几个核心人物 现在肯定要拔掉 对于这些人物呢 对之前的亚太 包括中东 以及欧洲的军事战略 有重要的这种影响 如果在这个时候 把这些全部搞掉 即使拜登 重复大国定政 例如我的创新 不是特朗普的创新 因为之前特朗普 曾经留下狠话 说我的政策 将会成为 下一届政府的选项 他不会有创新 不会有新意 如果这些人还留着 那很显然 这是一个发霉的符号 如果把人全部换掉 我用我的脑子 想出跟他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 从这个打牌的角度去分析 扑克牌虽然是旧的 主人是新的 至少说明 整个的局面是新的 叶先生认为 这是一场大扫除 为什么呢 如果说大清洗的话 这是伤筋动骨 对美国国防部 进行有结构性的改变 但实际上 我们看到并没有 实际上拜登上台以后 真正解雇的这些人 往往都是一些 国防部的这个顾问 或者是这种咨询的专家 这些人本来 就是一些政治任命 也就是说 在特朗普结束任期之前 做的一种酬劳 那么获得任命这些人 其实也知道自己 不可能在 美国国防部长期工作 他要的就是个资历 换句话说 就是给个虚弦 然后这个虚弦 你先来拿去 找别的工作的时候 会比较有用 这个谈不上 对美国国防部的结构 或者是这个骨干人员 做出改变 真正要改变的话 那你要说大清洗 那得对国防部的 这个部长 副部长 这个助力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帮办 等等等等 这一串 都要进行改变 实际上这种改变 显然不是在 这个拜登会有 自己的新的国防部长 会有新的 这个国防部副部长等等 这都是常规的 那么跟这个 解雇的这些人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解雇这些人 更多的来说 代表的就是拜登要 实际上我们说 拜登自己也要 人民的一批人 那么他得给这些人 同位置 另外一些就是 这些人实际上 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决定 美国国防部的政策取向 本身也是非常可疑的 更多的来说 就是这个官僚机器上的 一些荣誉部分 把他们扫掉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个机器还是那个机器 没什么变化 相当于说我们说吧 你把电脑上的 扇部拿掉了 电脑还是电脑 但是你把电脑的键盘 拆掉了 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用起来 就比较困难 实际上就是说 拜登干的事 只是把扇部拿掉了而已 那么键盘没有动 主机没有动 主板没有动 什么都没有动 那现在杜先生 刚才短片也提到了 美军现在还打算 让自己的这个空中加油机 扮演多面手的角色 您怎么看 这个做法很有争议 从技术上完全可行 如果按照目前 像美国大型预售机 如果改装加油机之后 它空间还很大 还可以加装比如雷达 指挥系统 把这个信息传递 甚至是对目标的 预警和侦察功能 集成到一起 但之所以进行 加油预警的分离 是由于在作战过程中 它的活动空间并不一样 而且如果遭到对方攻击 以前是被击入了一架加油机 现在如果被对方火力攻击 它损失了一架加油预警侦察机 三个功能都会受到 比较大的影响 如果在其他方向 进行各种作战行动 它点位也不太一样 加油机一般是在没油的时候 在指定空域汇合 你不可能在侦察空域 对目标进行侦察 所以作战空间不太一样 作战的功能也不太一样 如果进行这种强行的 这种所谓的技术来加 技术上没有问题 但是使的时候 有可能特别费劲 比如我该加油的时候 我到底侦察预警 还是目标传输 我到底该干哪一件事 如果一个人满场飞 那说明他相当疲惫 也说明今后在整个作战过程中 统一的调度会面临重大问题 那么这点位说明 它是个辅助功能 今后如果有空间 有能力进行这个 必要情况下的这种帮忙 把情报预警传输 作为一个辅助功能 这可以 但是当主力绝对不行 人家基本的主力 有13有12 还有其他的预警机 在空中进行各种侦察和预警 那请让叶先生 拜登上任也差不多半个多月了 现在能看出一些 他的所谓的 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些思路了吗 我们可以说吧 印太战略针对目标不变 就是这个是专门给中国量身定造的 这一点没有变化 针对中国的战略手段和战术手段 会有所调整 那么这里面特别是军事和经济的比例 会有所变化 特朗普时期我们看到很有意思 特朗普虽然是印太战略的提出者 和最早的践行者 但实际上特朗普真正用军事手段 对抗中国就是2020年 此前几年特朗普一直都指望的是 用经济手段来制服 没错 你做不到而已 所以到2020年 在新冠的这个刺激下 特朗普的这个特朗普政府 他强化了在海上方向 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施压 那么拜登会 这一点会有所区别 就是拜登在经济领域中 可能对中国的态度会稍微软一点 甚至于说有可能会有 寻求合作的一些层面 在军事手段上 实际上拜登的这个做法会更强硬一些 我们很多人都不记得 实际上美国真正的军舰 大规模的闯南海 在南海搞这种自由巡航 是奥巴马时期 不是特朗普时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拜登重拾奥巴马这一套 就是经济上我给你谈合作 军事上我们谈对抗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这是拜登的 这个新的印太策略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的商务团队 面临的压力会小一点 但是我们的军事团队 可能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那么尤其要看到一点 就是特朗普对印度 基本上来说是一种 能载一刀只载一刀 他并不真的看中印度 但拜登可能会 对印度有更高的重视 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南方向 也就是在印度洋方向上 那么美国可能会有更多的动作 我想这个是拜登时代的 印太战略的一些变化的可能性 当然因为拜登执政 也只有半个多月时间 他现在的主要的经历 是在国内 形成一个完整的 印太战略的这个概念 以及一套这个 与之相配合的战术行动 这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眼下看 我们倒是觉得 这个窗口期可能还会比较长 它不会马上就调整到位 毕竟印太战略的执行 不是拜登政府 对外政策的第一要务 它的第一要务 还是修补和 它那些传统盟友的关系 而这件事 跟印度基本上没什么联系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 防务新观察 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周一晚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